本國政府呼籲國民,非必要不要前往烏克蘭,理由是俄國可能發動侵略 梁超明報導 本國新修訂的旅遊警示提升針對烏克蘭的境界級別,避免非必要旅遊 因為俄羅斯侵略性行為及俄烏邊境軍隊集結 本國外長喬美蘭今天啟程訪問烏克蘭,表達對烏克蘭維護領土完整的支持 上星期美國和北約對俄羅斯就烏克蘭局勢談判沒有結果 外界擔憂美俄,甚至俄羅斯和西方緊張局勢不可收拾 俄國認為北約東抗及不撤出東歐駐軍等問題威脅自身安全 但北約秘書長表示,是否加入北約是各國自有 但二時十萬俄軍政集結在俄烏邊境 西方亦因此質疑俄國總統普京談和的誠意 普京現時有的選擇,包括對烏克蘭發動空襲、發動地面戰 甚至二戰式入侵佔去半個烏克蘭,無論哪個方式都是西方不願見到的 中文字幕有關